今天第一个练习档,我们是讲有关电信业的手机号码的这部分 那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今天的课程设计主要是以问题解答为上课的核心 因为主要还是实作部分 也就是说了解函数跟枢纽分析表,其实最简单的方法还是针对问题去解决,当然会比较好理解 所以今天第一个,你们待会就打开电信会员手机号码这个范例 那里面的需求大概是这样,各位可以看到在讲义里面的第几页,往下找 第十四页,这边就有一个这个范例的需求 那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找出那个 这个会员里面哪个年次的人最多 那各位可以看到年次部分的话,它是落在这个生日这个栏位 那可是问题,生日的这个栏位里面 它其实不是只有年次部分,因为年次我们是前面这个年的部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年次部分当然这个讲法是在台湾的 当然如果一般国外的话一般都是西元年,可是台湾是用民国年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把这个资料里面的这个年次的部分呢 用民国年来表示的话,所以我需求是这样,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前面的这两个字,抓到年次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你第一个想到也许你可能用直觉来看 但你一般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假设要找这个函数的话,一般插入函数通常会用那个Labs函数啦 不过如果你用Labs函数啊,针对这个问题啊,可能会出现这个状况 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另外的话,手机,所以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把年次抓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再把手机号码串接 那串接的逻辑是这样啦 基本上我们的手机前面一定是09,所以呢,我们就是先输入09 也许你在这边先输入09 后面的话呢,再串一个11,这边11把它串过来 然后再串一个减 后面的话呢,有区码跟末码,因为都各3码 那如果不足3码的话,要补0 所以呢,像这个84要补一个0,084 那末码的话呢,就是007 那把这两个资料串在这个后面 那就完成那个手机号码的串接 这个,那这要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那你可以用几个函数啦 也许,第一个当然用串接一定用end 然后重复几个0,可以用repeat 那里面有几个字,我们计算一定要三个字 那你可以用len 可是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想想看,如果用指定的这两个函数 来完成这件事,那该怎么做 反正最后看到一定是要完整的手机号码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待会也许可以 开启那个练习档里面 这个电信页 会员手机号码的这个范例 OK 然后 其他的话也许啦,我们后面都会有类似的范例 那你们可以找一下范例 然后把指定的需求先试着做做看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最好 如果不行 那我后面会解说 那里面的话当然包含就是说 像刚刚这一道题,会解 这两个函数的使用 至少这两个函数 那还有其他相关的函数 之外的话呢 我们也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枢纽分 简单的一个枢纽分析表的一个 一个表 一个这个简单的报表 然后一个图表 那显示出来就是说 五年级生 六年级生 七年级 各占比 是多少 来了解这个电信页 比如我们这个会员 各占比哪个年龄层是最多的 OK 那底下当然也是有类似的 比如说像 这个零售市场的行情 那一样找出 当然呢 我们理论上购买东西 当然是希望能够找出 当中在哪个市场买 什么样的蔬菜 是最便宜的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个资料 做一个统计分析的话 那该怎么做 这个后面也是一样的 哪个市场 你会发现 不同市场买不同 买一样的这个蔬菜 结果大不同 而且差价非常的大 比如说买葱好了 西湖只要30块1公斤 但市冬的话1公斤要380 简直是差 差太多了吧 至少差了有可能快 十三倍 十二倍多 OK 所以其实 那当然这个 这个资料来源是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所以 这个我想 各位待会有时间的话 也许可以试做看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几个 重点我大概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 下载的档案 这个可能稍微记一下 我也把它贴到那个 我们的 这个 这个 Google Meet的这个 讯息里面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可以这边找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范例 我大概把那个纲要稍微说明一下 主要就是 以解决问题为核心 等到你会做之后呢 我再来解释说 为什么这样做 理论部分 其实我是觉得 像使用Excel 其实大部分 有问题的都是 也许你看书 也许看懂了 但是做不出来 其实还蛮多的 那所以 有些东西理论 你如果会做之后呢 其实理论 再来分析 也许比较容易理解 那今天的话呢 主要准备了几道题 当然我这边有总共六道题 那因为我们总共六个小时 也许大概一个目标 就是一道题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OK 然后 这个是我一个课程目标 当然 因为我长期教Excel函数 VBA这方面的课程 也超过20年的时间 然后 使用Excel的经验 Excel VBA相关的时间 其实也蛮长的 等于 对于Excel的相关的功能 其实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 这一次的课程 其实主要还是分享一些 自己的使用经验 然后 那这里的话 当然有个几个课程的目标 那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说真的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要 学 为什么要学习 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其实我觉得 最主要的 根据我的那个 以前的学生的回馈 他们得到的结果是 他们工作效率提高了 那你工作效率提高 因为主要你会用一些方法 把这个处理资料的速度加快 那自然不用加班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点 因为你不用每天赶着 要把事情做完 所以呢 自然而然你可以慢慢做 所以工作其实相对也 比较惬意一些些 OK 另外的话还有学生 还有学生就是因为 有提高的工作效率 所以他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所以将来他要转职的话 其实当然有一定的 就是说升迁也好 或者是说他转职 其实都有一定的筹码 也就比较不用担心说 将来会有 找不到比现在好的工作 这种问题 另外的话 当然我是希望说 至少你们上完这个课程 至少一定要懂得 因为isail里面内建的函数 有250几个 那当然呢 我们不可能250几个 全部都去练习 可是呢 其实这个函数的使用 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主要就是说你要了解 怎么去使用 然后进而呢 你可以 也许你大概只会用 十分之一好了 但是呢 其他的 函数的使用规则也都一样 所以你假设 也许从来没用过某个函数 但是 因为你了解函数的使用 所以你马上可以知道说 哦 这个函数该如何 我该丢什么资料给他 他会得到什么结果给我 OK 那 再来的话呢 其他当然底下是进阶的 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还想要继续学习的话 我是建议 里面其实他还有所谓的 录制聚集 那什么叫录制聚集 就是你 假如说不会录制聚集 或不会VBA的话 变成说你每一次输入公式 那你就势必呢 你就需要再重新 再做一次 同样的动作 当然呢 其实也至少比突发力更快 可是 还是需要重复 那如果说呢 你假如会用录制聚集 或VBA的话 那很多东西 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不需要重做 OK 这个我想是比较 有效率的工作 而且相对的比较能够自动化 比如说 一般如果可以理解 就是 做个按键 按下它之后的话 那你可能一个早上的事情呢 就通通完成了 你可以把 所有的工作 全部串在一个程式里面 那它自动产生你需要的报表 需要的图表 等等的 那其他的话还有这些 我想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多多 再了解一下 那总共有六个范例 刚刚有提到 比如说第一个范例是电信业这个 找出哪个年龄层的会员最多 那当然你可以知道说 你的会员里面主力是在哪里 哪些人是购买的能力最强 那当然你就是尽量往那个方向去找你的会员 那当然相对你的销售量应该也会相对提升啦 如果你找的人不对 他根本不会买 那你干嘛跟他推销 OK 所以其实要用对 找出那个最有潜力的族群 OK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买东西 哪个东西最便宜 当然你买东西相对低一个价格 其实是绝对需要考虑的 那其次当然品质 品质也许两个 如果最好是可以又物美又价廉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的 那还有第三个范例是住宅 那这个也是从台北市政府取得的 那就是说 历年来哪一个区 哪一条路上的切到案件最多 那当然如果你知道的话 尽量以后你想要居住的话 不管你要买房或租房 那你就避开那一个地段 那当然相对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 比较相对切到的案件发生 也会比较少一些些 那当然还有通信产品 问卷 这后面我们会再讲 那简介一下 其实我的相关资料 那因为网路上找我内讯的单位 其实蛮多的 经常都有收到就是说邀约来信 那主要几个重点我想 因为可能在网路上面 我放了至少上千篇的部落格 里面其实很多都跟教学有关系的 那蛮多其实跟Excel啦 Excel VBA相关的教学 另外的话 我在网路上 也有一个YouTube的频 YouTube的频道 其实不止一个啦 那其中有一个主要的YouTube频道 订阅人数 差不多是3.6万吧 3.6、3.7万 那另外的话呢 我曾经也担任过那个公司 资讯公司的执行长 5年的经验 也拿了这个奖项 那目前的话呢 担任那个 就是资讯公司的这个资深顾问 然后也在各大这个学 去监一些课程 也是帮学校 学生教一些有关Excel VBA相关课程 其他还有在推广部啦 然后另外内讯的经验 其实还算丰富 ok 那拿了个奖项 也是大概这些 那证照我自己 目前取得的证照数量 大概也三十几张 ok 那其他参考用书的部分呢 我是建议 像这本书 相对比较推荐 就是说 因为这个有468招 实际上就是468个范例 它把那个Excel VBA 里面250几个几个函数 几乎全部都把它 纳度到 好 好